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国际新闻焦点 美东码头工人展开罢工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宣布 从美国时间的10月1号开始 关闭所有大西洋跟海湾沿岸的所有港口 直到美国海事联盟来接受协商条件 这是ILA自1977年以来首次的罢工 预计大约36个港口会受到影响 外面就指出说如果罢工持续数周以上的话 可能会再度引发美国的通货膨胀 国际上也会有明显感受 供应链将会出现巨大延误 连锁反应将会持续到2025年